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师父每天 每一个星期 大概有一两天吧 就驾车 就很长的 就驾了很长的路途 就为了学法 大概这段时间维持了两年 那我也不会反对 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后来呢 我就知道他做什么了 他慢慢的开始解释给我听 我就是也没有抗拒 做得对你喜欢的 你去吧 那么我也不理 那么过有一天就跟我讲要开庙的那个时间 我就觉得事情大了 庙开了 如果人多了 我们会怎么应付呢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们有考虑过 就是如果有了庙 我们需要一般人来扶持这个庙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 我们有一般的弟子 一般的委员 就是自愿的 无条件的来庙 帮忙 就是一切的东西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庙其实是 我们有 其实庙 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大家都是自愿的 没有一分钱的工钱 庙也没有给我们薪水 大家就是当着是一个贡献 就是庙也是让我们一般弟子 一般委员可以贡献的地方 就是之前呢 我是从来对神灵啊 这些佛法啊 就是完全没有接触到的 那么自从就师父开始学法 那么就被他感染了 那么起初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完全的去烧像啊 念经啊 就是经过了很多年 经过了很多年 那么怎么开始 我自己也不能记起了 只是领悟到 慢慢的领悟到很多道理 佛法啦 就是知道 你平时不烧像呢 临时抱佛脚 是不可能会发生奇迹的 那么佛法呢 我就觉得是对个人的态度 与观念转变了很多 态度呢 就是说 就比较自己能够每天定时的 就念经啊 做一些功课啊 这个是我自己也是有一点不可思议 就是说我能够做得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观念 观念我其实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如果是观念没有改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就很难会开始 就是要自己的一个很开很态度 就是很开放的就是很开放的态度 去接受先 然后就不要怀疑 最主要就是不可以怀疑 就是先做 先为自己做一些普通简单的念经 那么我从从来不念经从来不着想到今天呢 我每一天都大概六点起身吧 做完功课大概一个小时半 就是发觉到起初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辛苦 就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逼着自己哎呀 我真的哎呦还经还没念 那么每天就有这种压力 就觉得很辛苦 那么我也停了一阵子 那么开过了不久之后到现在呢 就是这就变成好像吃饭了 就是说你每天 这个变成说一个 你要把它变成你 你不要这个是变成你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做的东西 叫我变成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念经 那么我觉得金洞山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或者是可以说很好的地方 让每个人开始 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我们锻炼 让我们接触 就是它好像一个地方 就是把我们跟佛法 跟连接了起来 是一个管道 其实很多人很可悲 就是说很想吃树念经放生 大家知道它是好的 从何开始呢 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地方呢 我要去找哪一些人呢 那么每个人 就是说很多人都很怕 不懂会不会误导了 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还是讲金洞山 金洞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 我觉得也是所有弟子师傅 的希望就是说更多人 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计划 很多的计划 就是未来我们也有为金洞山 已经plan好了 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太多了 我们只是很担心时间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 计划 希望就是大家更多人 就来参与我们以后的活动 还有很多 我们就是等我们以后 自己有了自己的地 自己建了自己的庙 我不叫它庙吧 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建 我们自己金洞山的中心 我们正在筹备着 就是在不会等很久的将来 我们会就开始筹备我们的中心 师傅一个人 师傅一个人是做不了很多东西的 我们需要的是人 慢慢的发扬光大 我们希望我们的金洞山是跟其他外面的庙 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么你们要知道它怎么不同的话 你们就常常来金洞山